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可以去找廖舅舅 他会帮助我们 终于保密 哥 不能让外婆和妈妈知道 更不能让筷嘴杨梅知道 你们干嘛呢 怎么了 你们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们上次拿孩子的事 小丫都别瞎打听 告诉我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们要去看爸爸 真的要去吗 听妈妈说 爸爸打仗的地方可很远呢 当然真要去 我可告诉你不许告诉妈妈和外婆 你们要是不带我去 我就告诉妈妈 让你们几个也去不成 鬼丫头 你要敢告密 当心我救你的小辫子 大哥 只要他不告密 带他去也不要紧 因为他也想爸爸呀 是啊 大哥 我也想见爸爸 带我去吧 大哥 大哥 好 走 回家 谁也不许哭鼻子 看我的眼色行事 好 妈妈和外婆好像都知道了 妈妈和外婆好像都知道了 噓 别出声 你们放学了 进来吧 进去吧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整齐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整齐 哦 扶龙 带着弟弟妹妹出去玩去吧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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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五点半吧 五点半呢五点半 那咱们怎么吃早饭呢 什么你真没出息你 哎呦你小点声说话行不行啊 就是 这回来了快快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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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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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冯达菲 第五团团长陈锦束 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 也被捕了 赵凌波也关在集中营 他没有出去啊 赵处长 他当上集中营的战俘政治教官了 穿了一件半心不救的破西装 成天跟着国民党特工人员屁股后面转 见到新四军被俘人员 他就做劝降工作 老板 你跟着他一场 有什么 Ricardo 在监察显 的人员 成是 我敢起人 他有什么国家 他是一场属严格 练习惯 你们以后在我面前 不许再提这个名字 爸叔公 您别生气啊 黄明把您的字画书籍都弄丢了 他恨自己没用 经常打自己嘴巴 还说对不起军长 这不能怪他 这不能怪他 怪我自己 我把新四军 好几千人都弄丢了 几幅字画算得了什么 我对不起全军将士 让大家受委屈了 我想你们赔罪 军长 爸叔公 军长 我们永远跟着您 军长 我们永远跟着您 军长 您看 我把您的相机也拿来了 还有脚架呢 这样吧 咱们找张照片 像个囚犯似的 就在这间屋子里 什么叫像个囚犯啊 难道我们不是囚犯吗 来来来 你们俩站好啊 来 好 再往里一点 中间给我留个地方 好 怎么样 准备好啊 要笑啊 给我留个地儿 开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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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估计你也该到了 先别着急 中央正在设法营救他 全国上下都在呼吁 况且 叶将军又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想蒋介石 不会冒天下之大不为 去伤害他 这点你放心 蒋介石这个人不讲信用 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他对张学良和杨虎成怎么样 对邓远达和杨兴佛又怎么样 他不会放过西夷的 我本来下午想去澳门看你的 你却自己跑来了 来 喝杯水 我想去江西上饶去看看西夷 我能找到那地方 也好 叶将军是一个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人 他自己跟我说过 他注定是个悲剧 悲剧人物 这次不是应验了吗 去年秋天 他送我离开云岭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想到了 他最大的痛苦 就是能清醒地看到悲剧的结局 却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 他注定 要背负历史的罪名 姐姐不要过于悲观 叶将军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民族英雄 历史自有公论 是非公过 敬畏分流 历史即使今天被颠倒 将来也会再颠倒过来 我想让梅副官陪我一块去 他对国民党上层关系 非常熟悉 他又不是共产党员 他现在在香港筹集的器材 也再也没地方送了 怎么没地方送 新四军不仅没垮 而且比以前更强大了 陈毅目前仅是代军长 军长的位置还给西医留着呢 我听说梅副官他现在在香港 他住在什么地方 他正在陪几位重要的客人吃饭 就在隔壁 那我就坐在这儿等他 那我就坐在这儿等他 这些客人不用回避姐姐的 请 我带你去 姐姐你看 孩子们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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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开竞赛会吗 怎么都没上学去啊 叶芙龙 你这大哥怎么当的 怎么把弟弟妹妹带到这儿来 打扰廖舅舅呢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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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們怎么了 谁欺负你们了 孩子们和你一样 也是求我送他们去上扰 他们要去救爸爸 他们懂事 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你不要责怪他们 他们撒谎了 妈妈 妈妈 爸爸没摆等你们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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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叶郡长 你那一位ники下来看你了 进来 军长 真没想到 我这辈子还能再见到您呢 军长 我就住在隔壁的小球室 我是再三地请求抗议 他们才允许我 今天过来看你的 你胳膊怎么了 这是让他们给打的 他们对我动大刑 你看 我这胳膊都让他们给打断了 但是我想到了您 想到了牺牲的战友 我是宁死不屈 你是怎么被捕的 你的部队呢 当时 我是被炸弹震晕的 但是醒来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被捕了 与部队也失去了联络 我听说 背部的同志身份都暴露了 是啊 我也纳闷啊 军长 他们连我是军部参谋处长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啊 没有家鬼送不了家人 你说 叛徒是谁 我也不知道 军长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 我赵凌波 要是有半点对不住您的地方 我 我天主地面 无耻 滚 你这个叛徒给我滚 你这条狗 军长 我没有叛变 我是被冤枉的 他们让我做战俘的政治教官 我是为了 为了去先救皇军长 你要知道 我保护了多少 多少被捕的战友啊 蒋介石 派顾铸彤 上官云香 罗卓英他们来串响 他们毕竟是我的对手 可他们居然派你这么一条 打断脊梁谷的赖皮狗 在我面前换尾巴 你算什么东西 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我 军长 你 你给老子听着 别再让我看中你 我看你一回 我打你一回 我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 我夜庭不和吐声对话 真是气死我了 这 八叔公 咱们回屋里休息去吧 军长 别和叛徒生气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你是叶军长的副官 又是非共产党员 由你去见叶军长 最为合适 一定要尽全力见到叶军长 第一 转达中共中央 对他的关怀和问候 第二 弄清叶军长的下落 第三 给他烧些钱物 以解燃眉之急 我明白 我一定尽全力 想办法见到叶军长 顾祝彤这个人 效力藏刀很难对付 所以恩来同志认为 你应该先取到桂林 找到李继生 让他写封信给顾祝彤 李继生会写信吗 顾祝彤 的 李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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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站出来 反对蒋武园长 彻等老朽 无需理睬 李济先的账 你可以不买 我却不能不买 为什么 他有恩于你吗 当初 我入黄埔 做教官的时候 他已是教练部的 少将主任了 从名分上讲 他也算是我的前辈 和恩师了 再说委员长 对他还不错 前辈和恩师多了去了 要是各个的账都买 那咱们这官 可就别干了 有些人的账 还是要买的 委座为什么 不敢杀叶庭 还不是害怕舆论 舆论能杀人 再说 这也不完全是坏事 给梅文顶 见叶庭 附加一个条件 劝降 让叶庭 为我们说话 也好 让他的副官 去看看叶庭 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会派 伤认 他们有少来的 robuls 之后 作家鲁迅 曾经批了两句处词 望燕姿而误破 恐蹄湖之鲜明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我没念过几天书 燕姿就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望蹄湿而误破 就是怕太阳早早地落下去 蹄湖就是一种很大的水鸟 每天很早就会鸣叫 先生怕自己起来晚了 让水鸟抢了仙 如此可教 如此可教 可我夜庭 被囚禁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康勇壮怀激烈 却无英雄用武之地 将军气节 必定望古流芳 梅副官 军长 军长 布兔 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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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这些年货 请军长和将士们 思想品尝 军长 这是夫人和孩子们 送给军长的礼物 请问孩子们还好吗 家里都好 就是嫂夫人瘦了些 扶龙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 他让我转告军长四个字 相信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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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能否行个方便 让我们说两句家里话 长官不副官处 毛处长命令我 不能离开没副官半步 怎么 我们连说私房话的权利 都没有吗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军长请便 军长 廖承志先生让我转告你 第一 中共中央和新四军 全体将士认为 将军宁死不屈的英勇行为 是极为光荣的 第二 此次挽南军事上的势力 是国民党阴谋 已经通报全党 第三 将军形象 国人仰望 希望叶将军配合党中央 粉碎国民党阴谋 揭露试变真相 这是廖先生的原话吗 我牢牢记在心里 无半个字的差错 请你转告廖先生 我感谢党中央和全军将士 对我叶挺的信任 蒋介石 顾竹通直流 一再地威逼利诱 让我发表反共宣言 我是宁死也不会 出卖自己的灵魂 我现在身体很好 请大家放心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坚持抗战到底 不如使命 请你回去 转告我的亲友 不要来看我 你以后也不要来了 蒋介石要砍我的头 就让他砍好了 你们看又有何用 你回去吧 我这里不要紧 有几千名新死军 跟我一起坐牢 我不会孤单的 如果方便的话 你就给我买一套鲁迅全集 军长 你受苦了 温定 你不必忧伤 我这里一切都很好 他们不会对我怎样的 我不会向刽子手投降的 我也不会自首便捷 我会坚持斗争到底 现在你告诉我 向府军长 袁主任 周府参谋长 还有逍遥怎么样了 袁主任 在突围中 光荣牺牲了 向府军长和周参谋长 目前下落不明 梁浦同志 已经安全脱险 抵达上海了 其他人的消息 你已经知道了 我一直都在为他们担心 天天做噩梦 好 室伤 ían奋 姊姊 flo红 周参谋 叫什么 人 轨 轨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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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会ek 优独播剧场——YK 掏夺经费 叛变投敌了 委员长军舰 当今民族生死存亡之秋 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计 晚南事变突然爆发 举世瞩目 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 轻痛愁快 莫不以此为甚 三战区在日委配合下 乘我军北撤途经京县之机 大打内战 全力向我围攻 我军被迫应战 以寡敌众 损失惨重 故同事操歌不足取 以及公布真相 以安民心 以利抗战 特臣三点 一 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 因部下听我指挥 责任在我 与他人无关 二 组织军事法庭 澄清事实真相 承办首恶 公布全国 三 经法庭判决 如责任幽规 罪有应得 情愿坐穿老底 著述写作 已渡余年 义无反顾 临殿泰然 夜景 三月二十日 于上饶 岳便另事 惊人 明天二十千 义南 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游戏 只有利益和需要 与气节和人格无关 他提出的三点要求太幼稚 我怎么可能答应他呢 此人是块烫手的山芋 杀不得也放不得 长期关在顾莫三那里也甚不妥 慈修有什么建议 叶挺最近提出转到重庆关押的请求 校长肯定不会同意 但可以转押重庆为名 将叶挺暂时转移到桂林 秘密关押一段时间 完全与世隔绝 作为一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惩罚 这已消磨其意志 桂林乃是李继深主政之地 又不让李插手一案 由代局长的系统管理 一观后效 陈长官的脑子就是好使 此乃万全之策 就按私修的意见办 是 我马上就去安排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许动 不许动 北座有令 请叶军长到重庆去 即刻举绳 请 走 走 走 无耻 你们把我给毙了吧 整个民族和国家 就扼杀在你们手里 把他带走 走 这是国家的叛逆 民族的尖途 好 军长 军长 老师 走 军长 军长 把我们出去 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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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出去 军长 里 Fir 我走了 途中可能遭到意外 但他们要想逼我屈服 則万万办不到 此去生死未卜 如有万一 妻子儿女希望朋友们照顾 新丝君军长也挺 军长 你要去哪儿啊 要去哪儿 要去哪儿 叶军长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广西桂林 离江边 离七星年不远的山洞 沿途谁偷我的消息 不要责问他们了 你们就是把我关进一个 没有亮光的铁罐子里 转上七天七夜 我也知道 我身处何地 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人 什么地方 你蒙不住我的眼睛 广西桂林 多么熟悉的地方 第一次北伐 追随中山先生 在此驰骋江场 壮碎荆棋雍万夫 铁流千里 何等壮烈 这里的山山水水 无处不浇灌有革命烈士的鲜血 无处不盛开主义之花 这就是目的地吗 这只不过是中转地 将军的目的地 是陪都重庆 如此精心布置的囚笼 远离重庆千山万水 就为了中转 你不过是个囚犯 没权力制造这么多 你算什么东西 敢跟我如此说话 出去 我是奉代局长 和蒋卫园长的命令 滚出去 叫顾祝同和蒋介石和我对话 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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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廷在桂林有多长时日了 他有什么异常反应吗 已经有两个月了 没有任何异常反应 只是经常发发脾气 哦 农中困兽 发发脾气也是正常的吗 陈长官的主意很妙 只是将叶廷放在李继深的地盘上 终究是不可靠 李继深对校长是人在曹营 心在汉 况且也挺天生的反骨 东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大片国土都在日本人手里 陕甘宁边区被共产党控制 新疆的盛世财 和云贵川的土皇帝又不可靠 把他弄到重庆太打眼 你不让我把他放到广西 又让我把他放到什么地方呢 卑职实在无能 让校长忧心罪该万死 杜月生家里养了一只鹰 曾国藩也有一个这样类似的故事 两个挑担子的人在窄田梗上相遇 互不相让 于是从早晨对视到太阳落山 有一个人他挺不住了 日后夏天汤水避让 另一个人大获全胜 这个曾文正宫 有此悟出一个挺字 这 我知道了 你是想说夜挺的名字里 也有一个挺字 对吗 校长明察秋毫 学生不敢撒谎 慷慨赴死意 从容守劫难 平素打仗勇猛 敢于挺而走险 不算了不起 此刻身陷凌雨 度日如年 我看夜挺 他也未必能挺得住 无人能挺得过校长 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夜挺 自然不在话下 好吧 好吧 你大概肯定标记 爱这听什么 那么这就是 那个北京 又这就不依洹 你 但你还不得了 天黑了 叶将军 你应该回去了 夕阳如梦 人生苦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只要把你的胡子给剃了 把头发给理了 我就把这个马灯给你留下来 这是我的自由 不成其为什么交换条件 叶将军 您这是何苦呢 不就是让你剪掉头发和剃掉胡子吗 长夜漫漫 一丝光亮都没有 很难熬打 我说过多少次了 一日不自由 绝不替须礼发 对 这确实是你的自由 混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将军 你拿这根竹子干什么 我喜欢竹啊 所谓遂寒三有清新高节 竹子这东西啊 在未出土前先有节 不像有些人啊 至今不知道气节为何物 更谈不上骨气了 对了 你知道苏武 仗汉杰而牧羊这个故事吗 苏武 苏武是谁啊 他也是将军 苏武 是汉朝的一位名臣 出使匈奴 被武里扣押了十九年 苏武 苏武 柳湖皆不如 雪地有冰天 苦人十九年 可饮雪 即吞沾 牧羊北海边 匈奴缠鱼 为了强迫苏武向他投降 就把他放进一个露天的大坑里 不给他吃 天降大雪 苏武 就把羊毛 祸雪一起吃掉 汉书上说 苏武 数日不死 匈奴以为神 江卫园长对我还算客气 找了个山洞给我住 你们那位少校不给我马灯 彻也拦不住啊 我夜庭 就是当代的苏武 苏武 柳湖皆不如 雪地有冰天 苦人十九年 可饮雪 即吞沾 牧羊北海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刘茜茜 他小杰茜茜 杨茜茜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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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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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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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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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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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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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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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